1 能夠到2是很讓人開心 但是往往2要超越1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在《立一》當中呢 其實已經說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多事件在發展 然後到《立一》2的時候 就是如何要再去編出更精彩的故事 然後要讓大家有共鳴 趙立婷這個角色在第一季 大家可能會覺得他好像有點邪 不是太正派 但其實我來詮釋這個角色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趙立婷他是一個 為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人 甚至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在扳倒那些心目中那些所謂邪惡事 在心境上面轉折當中 就可以感覺他身段變得比較柔軟 第二季會讓大家看到一個 比較討喜的趙立婷 哇 對我而言第一次接觸直人劇的挑戰 在前期的討論呢 其實我們在設定僵世前 他是一個比較特立獨行的一個角色 難以為一些巧合在故事裡面 所以天心姐就指定我 當他的法務助理這樣子 By the way 對 我只是一個法務助理 所以不要太期待我的表現 方針也是凡人嘛 對 當然就是也會有他的弱點 他的缺點 那但是也因為有這些弱點 然後可以看到更有厚度 立體的方針 然後他可以藉由他所認知的法律 去找到這個社會上的公平正義 我覺得心中要有自己的一把尺 當然你還是要幫你的當事人 爭取最佳的利益 爭取完以後 你還是要回歸自己本性 你還是人 你的人性 你有你的家人 兄弟 姐妹 所以不要被這些利益給吞噬了 我覺得律師就是拿錢辦事 遊走在黑白之間的職業吧 你可以說他是魔鬼代言人 你也可以說他是幫當事人 爭取最佳利益的一個質問 如果你的心臟不夠強大的話 我還是覺得律師這個工作 可能不能升任 但是如果你們已經準備好了 就加油吧 好多男人都跟我有關係 所以就是邀請觀眾朋友來數數看 我有多少個老公 我有多少個曖昧的對象 我想之前 下次再見 對象 你 兩天 是 喵